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律師 嗚啦 好 這次呢我是以記者的身份 來這個戰場上呢實地為各位實況轉播 那如果有轉播不好的地方呢 呃... 這是很合理的 因為我是律師 原本的角色是律師 只是衝上了記者而已 好 現在呢戰況十分焦灼 啊 還沒開始嗎 哦 焦灼了焦灼了 幸運兒被打了 好 我們幸運兒呢受到了攻擊 但是呢目前還不知道 我們的方位呢大多累積在 聚在一個定點 然後另外一邊都沒有人 那是怎麼回事呢 這是群聚效應嗎 有可能 好 身為一個記者呢 破一破一機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到 呃... 我們要清零各個現場的情況呢 實況為各位轉播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那... 在當記者之前呢 公欲善其事 必先立擊器 我們要先拿一個好東西 對 才能幫助自己在戰場上呢 能更精準 更有效率的直播 好 來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好 真同 很合理 因為身為一個記者呢 通常也會受傷嘛 就是會被波及到 無故被波及到呢 所以很容易就會那個 對對對 所以真同我覺得是必要的 好 那現在呢 看到兩個小物是在破一機器 那我身為一個記者呢 雖然 呃...理論上不用跟著破一 但是實際上還是要跟著破一 因為... 會被罵 好 我們現在呢 來...快破一完了 來破一完了 然後幸運兒被抓了很不幸 幸運兒 怎麼會那麼不幸呢 他不是幸運兒嗎 看來他的名稱呢 跟他的... 呃...遭遇有點不太相符啊 我們現在呢 看到了我們的這個誰 這個是我們的Jack 喔 Jack 欸 等一下我是記者耶 怎麼可以打記者 等一下 真不公平 欸 我是播報的 我不是來幹嘛的 雖然我有破一機器 但是我不是很...很熱衷於破一機器 我只是熱衷於報道而已 好 看來呢 他已經知道我是記者的身份了 先 你看 果然 記者呢 在第一線播報的時候 喔...我們的小護士要幫我們治療嗎 剛說了 記者呢在第一線實況播報的時候呢 有可能會受到無故的波及 就像捷克一樣 他完全就是不分青銅照擺就攻擊別人 這樣子的行為呢是非常可恥的 但是那幸運兒快喔 完蛋了 不過身為記者 要挺身而出嗎 要救這個幸運兒嗎 雖然與我無關 但是千鈞一髮之地把他救回來 好的 幸運兒被我救回來了 身為一個記者呢 救了人實在是一個非常...呃... 有點妨礙公平性 但是沒辦法 誰叫我也是其中之一呢 好 那現在呢 來了我們的Jack來了 然後又回去 剛騙了我一下 好 欸我是記者 為什麼每次都被追 我被追第二次了 喔 這個時候真筒呢 真的是非常好用 我們的補給屏呢 開到真筒是正確的選擇啊 雖然我沒得選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護士已經不在了 所以只能靠自己了 好不好 那現在的錢呢 已經夠多了 所以算個記者呢 所以應該要 呃... 再買下東西 對補足一下 因為畢竟 隨身帶這張地圖呢 是可以了解戰況了 了解各個情況 正在發生的事情 以例如我播報 好 那現在呢 非常適合買自協計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拿到真筒嘛 這樣的話呢 可以讓我回血速度就更快 救人也更快 記者嘛 偶爾是要做一些其他不願意的事情 好的 那現在呢 幸運而成功脫逃 我們的園丁很不幸的被抓了 現在在椅子上 那現在呢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園丁現在人 欸... 剛剛人在哪裡 好 園丁不知道在哪裡 也許在地下室 好不管了 現在呢 看到了一個人往這邊 鬼鬼祟祟的往這邊跑 是我們的幸運兒是不是 好的 沒關係 我現在呢 先把幸運兒摸回來 那現在呢 喔... 祭司打開了超常通道的 阿里歐 好了 那打開過來 等一下訪問一下我們的祭司 欸... 幸運兒 受傷了 好 好 受傷就受傷 不會有感想 好 那現在我們的那個 Jack呢 現在又要在追祭司 然後他把阿里歐打掉了 糟糕完蛋了 通道已經結束了 那現在呢 我們的 Jack在追我們的祭司 那我們現在 喔...開槍了 哪位 祭司開槍了 祭司竟然用槍 這不符他們的教義吧 喔... 果然在生死存亡關頭之下 喔...又開第二槍了 在生死存亡關頭之下 開槍是不得已的行為阿 管他什麼宗教不宗教的是不是 生命層可貴阿 生命擺第一 那現在呢 看到這蹲下的是誰 喔...幸運兒 怎麼還在這裡 我還沒摸回來 好...我先把幸運兒摸回來 那你對於這次受傷什麼感想 欸...訪問過了是不是 好...訪問過了 果然是不理我 可是他從頭到尾都沒理過我 OK...我們現在呢 開一下我們的Aurel通道 看一下出來的會是誰 祭司 會過來 好...無所謂了 我現在呢...先來... 看一下... 躲在這裡 應該不會被發現吧 對... 記者就是要躲在那種 陰暗的角落裡面 然後採訪別人 不是採訪別人 就是在這樣 看別人 對...就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 那... 基本上呢 就是... 定量不要被針對 那...有一點 道德良知的一些監管者啊 通常看到我都不會去干涉我 做拍攝的工作 公司紅蝶姐姐可能性格不太... 喔...兩個人 兩個人 現在紅蝶姐姐抓人 那現在我還有機會 可以救這個原定 阿...又被愛一刀了 欸...我現在是很雞婆的記者 明明是要採訪 卻要去救人 沒辦法 因為我太熱血了阿 身為記者其實蠻雞婆的 不應該干涉這麼多 難怪他們會討厭我 我沒辦法啊 誰叫我想贏 好...那現在呢 我們現在... 欸... 又被抓了 我們現在趕快來 看看能不能再摸到 摸回來把他... 救...回... 來...我又被打到了 不過還好誤認跟攻擊同時在我身上 那身為一個記者呢 已經承受太多事情了 我已經承受... 常人記者所不能承受的事情了 好不好 這已經是盡心盡力了 好...我們現在呢 呃...東西又用光了 所以呢... 先來再買個陣筒好了 一開始 就狂打陣是怎麼回事 好...不過呢 我們這些隊友呢 其實也蠻爭氣的啦 就是破一定要剩一台了 現在開局六分多鐘 對...六分多鐘破一定要... 欸...六台了 很有效率 所以大家呢...是有在工作的 那也不枉費我這記者呢 一直實況播報 然後呢... 呃...一直被打 然後...一直打針 濃度太高可能會嗨 但是...沒辦法 身為記者呢...就是要嗨 好的...我們現在呢... 又開了我們的歐六通道 在開通道的時候呢... 順便打針 然後順便看看... 先打完針好了 到時候再看誰需要幫忙 我已經越來越不像記者了 但是有什麼辦法 我的道德良知 不允許我當一個單純的記者 好...我們的記事又倒地了 記事就是傲娇 好...我們現在呢...醫生在倒數 所以還是要先把醫生摸回來 欸...怎麼都是我在救啊 怎麼說到底多少救 我只是想報道而已 不想救人耶 好...來...來...走位 喔...記者也會走位喔 記者...欸... 喂...救到了 好...走...快點走...忽視 喔...我愛到一刀了 這個世界欠我太多東西 好不好...我是因為記者 我覺得世界真的欠我太多東西 好...我們現在遇到紅蝶姐姐在這裡 然後跟我持續奏旋 哎呦...沒打到 好...記者的AGI也是點滿好不好 遇到... 遇到戰況呢...也是要閃的 不然...我會被打死 誰理你啊...他會吐你口水呢 好...我們現在呢... 欸...翻過去 好...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那現在呢...先把自己先治療一下 等待我們這個...這是哪位祭司 嗚呦... 在這裡守 紅蝶姐在這裡守 我翻過去好了...先救他 剩一秒... 剛好在這個地方可以救得到 沒問題... 好... 欸...我救人救幾次了啊... 我是不是一直都在救人啊... 好啦...祭司又倒地了啊... 沒辦法啦... 祭司怎麼不做OREO跑掉呢... 是因為沒有OREO嗎... 好...祭司可能要飛了... 沒辦法... 我要先轉身回頭走... 喔...祭司被救了... 有人開槍救了祭司... 太好了... 我以為祭司完蛋了呢... 經過我救人... 救那麼多次的情況下呢... 總算是保住一些人數... 但是呢...最後一條破裂機... 始終沒有被破裂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為什麼... 一開始很猛然... 迅猛的速度破裂掉了六台... 然後最後一台就這樣子... 一直卡在那裡耶... 怎麼回事... 好...記者呢... 身為一個記者呢... 其實是需要橄欖球逃跑的... 不然就像剛剛情況這樣那麼尷尬... 好...我們現在呢... 繼續在打... 打好打滿... 我們現在... 打到腳都會抖了... 有啊... 完蛋了... 這個技量太高了... 可能會中毒... 但是... 沒辦法... 為了團隊... 為了播報的精神... 為了身為一個記者的職業道德... 我必須這麼做... 好的... 我們現在呢... 持續移動... 看一下...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喔... 祭司在倒數了... 不過距離有點遠耶... 這可能沒辦法喔... 不行啦... 距離太遠囉... 我們現在來找破裂機好了... 既然大家都不破裂的話... 身為一個記者... 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情... 喔... 這個破裂機已經破裂到一半了... 好的... 沒辦法了... 靠我了好不好... 只能靠我了... 你看... 一個不注意就兩個倒地... 那其他人都在幹什麼... 其他人都在幹什麼... 完全沒有新聞可以播了... 因為各位不知道都在幹嘛... 好... 可能在忙各自的事情... 比方說... 呃... 插花啦... 學園藝啊... 還是... 喔... 看到了一個... 我們的玩偶過來幫忙了... 太好了... 也不是真人... 那... 真的都被打光光了... 喔... 直接打完偶為什麼... 為什麼不打我... 打偶不是比較划算嗎... 好的...不一定... 因為... 打完偶一下就解決了... 那打偶要好幾下... 而且還不見得打得到... 喔... 蝴蝶式走位... 記者獨創蝴蝶式走位... 對... 狗仔在拍人的時候的蝴蝶式走位... 在被追打的時候... 被本人看到的時候... 被爆緋文的時候... 哇... 完蛋啦... 監管者暴怒啦... 我們的Jack... 自從我播報傑克用玫瑰手上... 誘拐未成年小女孩的新聞的時候呢... 他就生氣了... 他十分無法量級我播報的內容... 所以現在開始要追殺我了... 也好... 這時候讓各位看清楚傑克的真面目... 他其實並不是這麼善良的... 他有善良過嗎... 我沒有... 好... 反正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狗仔拍到的時候... 就是要用這種速度跑掉... 對... 不然的話呢... 很容易有殺生之禍... 好的... 我們跑掉了... 那接著我們真筒... 真筒沒有電了嗎... 不是... 真筒怎麼講沒電... 沒有藥了嗎... 還有啊... 好... 應該是顯示錯誤的問題... 那現在呢... 先把自己給... 慢慢的再打回來... 天啊... 會不會中風... 抖成這樣... 我看到嗎... 抖成這樣... 抖到一個不行... 好...我們幸運兒... 哎呀... 一開始救了幸運兒... 終究還是要飛了嗎... 終究還是抵不過... 監管者的魔爪嘛... 我們紅爹姐姐太殘忍了... 好... 醫生又倒地了... 我們現在飛幾個了... 飛了四個... 奇怪... 這是叫逆轉敗嗎... 我玩過逆轉勝... 我還沒玩過逆轉敗... 就是... 明明就... 站上風了... 然後一直敗... 一直敗... 一直輸...一直輸... 已經飛了五個了... 然後破衣機到現在還是... 剩一台是怎樣... 你們真的有那麼忙嗎... 把你日常要做的事情... 花個一分鐘拿來破衣就可以破衣完了... 追劇... 追什麼劇... 破衣機還有一台啊... 跟男朋友約會... 約什麼會... 破衣機還沒破衣完啊... 滑手機... 這時候你有時間滑手機... 破衣機啊... 親人注意要照顧... 呃... 好好照顧... 跟女朋友吵架... 吵什麼架... 破衣機還沒破衣完啊... 你們這些人... 有辦法去幹這些事情... 為什麼不先來破衣機器... 我是記者啊... 我沒比你們閒啊... 我也很忙啊... 我還要播報啊... 呃... 算了... 只好靠我啦... 是不是... 身為記者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雖然已經贏不了了... 但是... 遊戲的精神就是要玩到最後... 是不是... 剩三個人... 相依為... 沒有相依為命... 各自玩各自的... 好... 我們現在快播一晚了... 紅爹姐也在遠處... 我們現在... 等一下播一晚就過去... 救我們的祭司可以嗎... 喔... 閘門開啟... 看到後面有人在追... 是誰... 是誰... 是紅爹姐姐要來了... 哈... 紅爹姐要針對我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喔... 完了... 喔... 打不到... 還好有欄杆... 好... 身為一個記者呢... 時時刻刻被追... 這是非常無法理解的事情... 通常都是... 呃... 很泰然置入的在角落拍攝... 但是... 一旦被遇到... 一旦遇到危險的時候呢... 也沒有人會理你... 所以只能靠自己的... 槍了嗎... 槍還不是到教書去的時候... 我本來是想用槍救人的... 不過看樣子可能只能自保了... 是不是... 只能自保啦... 啊... 槍開啦... 挖走了... 不過... 看樣子紅爹姐好像... 緊追不捨... 所以... 我現在有點尷尬... 然後呢... 祭司要飛掉了... 剩下最後兩個人... 所以... 現在情況呢... 非常危機... 不是有真筒... 用真筒戳他嗎... 那真筒戳他有用嗎... 應該沒用... 好... 我們紅爹姐姐是不怕痛的啊... 因為... 他是幽靈... 欸... 他是鬼啦... 欸... 都被打到了... 好... 剛好牽制四分鐘... 那我們現在呢... 記得一本生一倒地了... 無法實況播報了各位... 我現在呢... 欸... 紅爹姐姐不抓我... 是在搜索... 啊...抓了... 還是抓了... 他是想搜索另外一個人嘛... 應該想搜索另外一個人對不對... 那... 照理來說... 應該是不會先抓我才對啊... 對... 欸...真的不會抓我耶... 我們的醫生看到了... 在那裡... 在遠處... 健康狀態... 那... 因為... 啊...我知道為什麼我剛會倒地了... 因為咱們開啟了... 所以... 他們有一刀斬啊... 難怪被打消倒地了... 好... 剩一個記者家沒注意到這一點... 欸...我又放上去了耶... 為什麼... 他們鎖定醫生了嗎... 要不然怎麼那麼有自信把我放上去... 我有了...真的鎖定了... 傑克鎖定到了... 所以... 紅蝶要去幫忙了... 難怪要放我椅子... 醫生趕快跑啊... 啊... 完蛋了... 現在最近要關頭... 居然... 居然... 變成這樣... 逆轉敗... 會不會到時候全滅啊... 不要啊醫生... 你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好歹也... 開個... 門...或是... 拿個... 撬棍... 但沒辦法... 他現在被針對了... 跟過去的話... 他應該是必死無疑... 兇多吉少... 跟我一樣... 好...現在還是非常... 盡責為各位報導... 現在的醫生的動向... 看他移動的速度呢... 看樣子應該是... 還是持續被追... 然後呢... 移動這邊... 反方向66去... 看他移動... 飄忽不定就知道... 他可能是... 一直受到攻擊... 對...一直被追擊... 那現在翻過去了... 感覺好像翻過去了... 然後要走到這個... 喔...被打到... 被紅蝶結打到了... 剛剛看到一個影子過去... 可能是Jack... 所以兩個人現在在追一個人... 非常不公平... 對...非常不公平... 然後呢... 呃... 又剛剛翻了一個板... 然後在持續前進... 但是... 喔...在持續中... 喔...完蛋了... 倒地... 醫生倒地啦... 欸...我也要飛了... 完蛋了... 這局全滅了... 居然全滅... 天啊...太扯了... 我們全滅啦... 逆轉敗... 那以上呢... 就是我為各位播報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的播報的話呢... 別忘了按讚喔... 想持續追蹤光大的新聞... 別忘了訂閱我... 然後按一下旁邊的小鈴鐺... 因為IG呢... 你別忘了追蹤我... 我是歐拉... 我們下次見囉... 掰... 各位觀眾... 讓我們掌聲鼓勵... 歡迎這位... 偉大的戰地記者... 哇... 你好... 身為一個戰地記者... 在現場播報你會害怕嗎? 為什麼你願意親臨現場播報? 你不怕危險嗎? 你不怕被針對嗎? 你不怕血雨淚嗎? 可以告訴各位... 為什麼你願意... 如此勇敢的做這件事情... 讓大眾知道殘酷的真相這種精神... 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嗎?